最深刻的事 对我来说当然是山竹 不用想 因为之前真的很担心 山竹会否真的打得正 比温袋更厉害 尤其是风暴潮和水浸 我想阿井也很有深刻印象 幸好之前早晚 在我们的预测中心 当时的同事都会觉得 用不用 但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这个所谓新大楼 83年起 好像都应该经历过艾伦 但当时都没有说有什么特别 但今次就不同 今次可能一分钟的温袋那么厉害 所以都不知定性 所以就合班 幸好 最后大家记得是我 对 因为坐那里是七楼 不算高 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 是第一次 真的第一次觉得是傲 真的没试过 很厉害 我都问一些旧同事 退休同事 都说没试过 是的 当年这个艾伦都没有 所以就真的大抱抱过 其实那次真的很好 所有市民很乖 做了一天都已经做好防风措施 最后就是有些损毁 但人命就没有什么大影响 是的 我想这个也是 多谢之前那年的天甲 是的 大家都看到 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风暴潮 真的会发生 是的 将来 大家叫我做吸风台长 阿郑也不想做 不要 千万不要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有些更厉害 大家千万不要调以轻心 而且还有气候变化 只会将来的风 越来越厉害的风 比例会增加 是的 所以遇到这些风的机会是多了 我又想起 如果说随事 我刚入天文台 就不久了 我们去受训 回来就在我们预测总部 当间学师 当时我的师傅 他已经退了很久了 他很出名的 是上班不用出雷暴警告 不用你 事实上 当时天气 我怕是晚上 天气真的不太好 有些雷暴 有些雨区 在我们西北面走过来 我跟他谈 好像是否要出雷暴警告 他很淡淡地说 等多一会儿 结果真是好奇 那条雨带 一直走过来香港 分开了两边 南北 过了香港才连接 结果真的香港没有雷暴 那晚我也没有出过 这个很神奇 科学如何去看气象预测的应用 我自己亲身经历 当然要首选 就是要讲激光雷达 因为当年大家都可能记得 有个飞机失事 华航在香港刚刚新开 没有多久的赤裸国机场 反了肚 很多人说 这个飞机失事 是跟风车变有关的 其实在今次 我们再澄清一次 不关风车变事 但其实同期 我们开始研究 如何去处理晨天 不要下雨的情况 的空置变 那时台长 有一天就说 岑志明 不如去美国派空总署 看看激光雷达 都搞了几年 最终我们才可以顺利 第一部激光雷达是业务运作 我记得应该是05年 后来每一个跑道都有一个 那就是最成熟的阶段 后来我们终于可以得到 这个应该是2009年的 创新及通讯科技奖的 全年大奖 每年只有一次 只有一个大奖 就是全年大奖 竟然给我们这个政府部门 应该是首个 我不知道是否唯一一个 政府部门是得到 这个全年大奖 当年就非常兴奋 现在做雨报 就很靠这个电脑 我进入天文外的时间 我们就没有急预报 当时只有三日 电脑看第二日第三日 已经很一般 而且好像不知信不信 对 而且很多时候 有些图片 每次都出现 最后都出现不到 实际是没有的 以前是观测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 地球七成的面积是海 三成的面积是陆地 那里才有些自动气象斩 近这十多二十年 最大变化就是多了卫星 真的很好 卫星的技术是成熟 不只是看哪里有云 现在是很厉害的 可以穿过云 看到海面的浪 可能反映风铃 这十多二十年 看到电脑 自从用了这些卫星资料 好很多 现在我们给了九天预报 希望将来会否 还有些突破 可以再长一点 我除了看书 听音乐之外 我都希望可以做多一些工作 看看如何将我们的科学 甚至如何观云色天 其实很生活化的资料 如何推广给市民 尤其是同学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入天文台 真的需要有个物理和数学基础 但现在很可惜 就是那些同学 不知道为什么 怕了科学 怕了物理数学 所以我觉得 希望可以借助现在 那么多社交媒体 很多平台 可以做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将我们的兴趣 带给大家 好 刚刚你说 就是想做一些 观众教育 尤其是年轻人 其实天文台 都做很多观众教育 所以如果未来有机会 其实可以多些合作 因为始终 和你的讲话一样 公众对天气 气候的影响 一定要很重要 所以如何推广这些知识 给市民 其实对他们来说 都有一个好处 就是催急避空 如果未来有多些机会 都可以多一些 在这方面合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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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